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从关机遇起一时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交流 这不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财汉市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游戏油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内容相当多 在中三角地区其中一部份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D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今天护身股市以一根跳空低开的长阴线 告别了令投资者心惊肉跳的8月 上证综合指数一天之内连续跌破2800点和2700点 两个整数关口 报收于2667.75点 下跌192.94点 跌幅达百分之 26.74不仅创下了自去年6月10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并且击穿了半年线的支撑点位 这是不是股市再次转熊的一个标志 先一起来看看 今天护身两市一开盘就急剧下跌 上证指数在跌破2800点后顺势跌破半年线支撑之后继续下挫 最低下探至2663点 截止收盘 上证中指报收2667.75点跌6.74% 深层指报10585.1点跌865点跌幅为7.55% 护身两市上涨仅52家下跌1610家 看着一片惨淡的大盘 入市不久的老张感到无所适从 三月份以来中国股市一路凯割 一路上涨至3478点 看着股指节节攀升 按捺不住的老张就冒险买进 老张没有想到进场之后股指便开始大幅下挫 7月29号上证中指大跌5%后 进入8月份A股更是跌跌不休 上证中指在8月12号下跌4.66% 8月14号下跌2.98% 8月17号下跌5.79% 8月19号下跌4.3% 8月25号下跌2.59% 8月28号下跌2.91% 不到一个月时间上证风指下跌800多点 跌幅近25% 随着股指的倾泻而下 老张的股票在急剧缩 这个营业厅的好多股民和老张一样 在大跌中被牢牢套住 短时间内很难解套 接着采访时 他们已经不愿意提及自己的股票 在这种暴跌的情况下 散户往往是隔楼厂 特别是在高点进场的人 这种暴跌他忍受不了 老板那散户全给打 老百姓全打进去吧 今天 户生两市均以一根阴线击穿了半年线 有不少技术分析人士认为 这是股市由牛市转为熊市的标志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大户 仅今天一个交易日 上证指数就下跌了190点 这出乎几乎所有散户的预料 但他们却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对后市也感到有点茫然 针对股市的接连暴跌 经济半小时栏目 联合新浪 腾讯 网易 核讯等网站 在股民中做了大范围的问卷调查 截至节目播出前 共有266495位股民参与了调查 71.8%的股民认为 今天股指跌破半年线 意味着熊市已经来临 对于此轮暴跌的原因 有69.65%的股民认为 宏观政策不明朗 是造成下跌的主要原因 14.43%的股民选择上市公司业绩不佳 另有15.92%的股民认为是股市的正常涨跌 对于后市 31.44%表示看好 53.02%却并不乐观 还有15.54%认为不好说 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在8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跳水收官 意味着它的月跌幅超过了400点 吞掉了6月份和7月份两个月的涨幅 在月K线图上形成了一阴吞两阳的不利形态 再加上半年线今年被一举击穿 会不会标志着大盘发出了逆转信号呢 我们再来结合历史数据分析一下 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今天股指低开低走 在跌破2779点半年线后 继续震荡下行 接连跌破2800点2700点两个整数关口 从历史上看 股指曾多次跌破半年线 那么历史跌破半年线之后的市场走势如何 有规律可循呢 记者电话采访了上海万德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的数据分析人员 从统计上看来 一共是从1992年以来 一共有24次 那其中有70%概率是侦破的 然后是有29%的概率是假破 侦破和假破是什么概念呢 它破完以后 大概3000之内能收复的 我就算它会假破 然后是如果是它不能收复的话 然后再继续往下走 或者是进行一个弱势盘整的话 我就认为它是侦破的 在万德信息提供的数据中 我们注意到 在以往24次跌破半年线之后 有7次是在3到4天的时间内 就结束的调整 从其余17次来看 都出现了时间较长幅度较大的深度调整 其中有6次调整时间为7到16天 有8次调整时间在一个半月到3个月之间 有4次调整时间超过3个月 调整日期最长的一次 出现在2004年5月 调整时间达到了258天 跌幅最大的一次 出现在2008年的1月 跌幅为65.86% 那么平均来看 它下跌以后的平均跌幅是18.5%左右 时常通常是会调整51天 这是一个较长时间的历史回顾 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月的回顾 经历过月初连续下跌之后 上证指数从8月中旬开始 在半年线上方苦苦支撑了9个交易日 不少分析人士根据盘面判断 市场在半年线附近存在强有力的支撑 已经形成了多头防线 甚至有人乐观的估计 大盘经过横盘整理 会就此展开强势盘盘 然而今天多头防线已经灰飞湮灭 大盘究竟会向何处去 这成了悬在投资者心中的一个大问号 记者来到东兴证券研究所的时候 总经理云国宏正在自己的计算机前 观察今天的大盘走势 政策改变就是对政策非常敏感的行业 跌得很凶 而政策对政策比较敏感的行业 都是周期性的 都是大市值的权重的行业 比如说金融 地产 钢铁 有色这些东西 就是说他们的市值加起来 可能就能占到市场的将近二分之一 你要是40%的东西往下跌 其他哪扛得住 在英国宏看来 今天市场的大跌 是出于对刚刚出炉的 八月新增信贷数字的激烈反应 尽管七月份公布的新增信贷量 已经显出 新增信贷迅速缩减了七成 但是市场预期 八月的信贷增量会稍有回升 然而据最新的数字分析 八月份整体信贷增量将低于七月份 信贷继续萎缩已成定局 英国宏认为 这是影响今天市场情绪 并一举跌破半年线的重要因素 这个半年线一旦击穿了之后 人们往往会引起一个疑问 就是说是不是 现在A股市场已经走到了 牛熊的分界线了 你怎么看 大多数时候跌穿半年线 通常意味着是牛市结束的 才可以得以确认 那么当然也有情况是 跌穿半年线以后 在年线附近击跌 形成做一次深度调整 然后形成新力波上升的趋势 尽管大多数时候跌破半年线 往往会成为牛熊分界的先兆 但是在2001年和1999年的股票市场 也曾经击穿半年线 然而此后经过两个月的下跌 A股获得年线的支撑以后 不但停止了持续的下跌 还创出了当时的历史新高 2001年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市场在创新高之前 有过一次击穿半年线的过程 但这一次并不是牛市已经结束的最终的确认 因为在年线获得支撑 随后还创出了历史新高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实际上这一轮股市行情 无论涨或跌 背后我们都能看到货币政策的影子 自从今年确定了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银行信贷规模大幅度扩张 从1月份开始 护身股市连涨了7个月 而当7月份信贷扩张速度放缓之后 股市大幅震荡掉头向下 是不是正如市场所担心的那样 国家货币政策将发生改变 市场会失去重要支撑呢 究竟什么才是引领大盘 在获得技术支撑之后 还能大幅上涨的关键因素呢 在英国看来 能够对A股上涨形成持续动力的 还是宏观经济的发展形式 那么市场对于近期宏观经济形势 预期究竟如何呢 目前市场的这种表现 是不是对于近期的宏观政策 调控的一种担忧 宏观政策的这种收缩呢 实际上呢只是个导火索 进一步来讲呢 大家看到在政策收缩以后呢 经济的这种环比增长速度和力度呢 7月份要比6月份的有所放缓 这就使得大家担心呢 在货币收缩的同时呢 经济复苏也会同时 随同一同时放缓 那么这个来讲 对股票市场的打击呢 是更本质的或者更长远的 英国红相记者解释 今天户市一共有909家下跌 33只上涨 深市779家下跌 26家上涨 可以说市场对于近期形势 集中看空 这种高度一致 不仅仅是出于 对近期宏观政策收缩的担忧 更是对一些周期性行业 经济复苏放缓的一种担忧 我们也看到前不久了 在以色列呢 已经开始宣布加息 它也是首个 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之后 宣布加息的国家 这个加息的动作 会不会成为一个风向标 而我们国家近期也有 这个猪肉下跌上涨的这个问题 也有关于这个物价上涨的这种担忧 那么这种加息 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市场 也带来一定的这个影响 目前来讲的话 我觉得加息预期呢 是应该是不强烈的 虽然说最近我们看到 猪肉的价格已经连续上涨 那么可能也产生了一些 这个通胀的压力 但是呢 不管怎样 我们所能 现在所能看到的这种 CPI的这种转正 可能最快也要到四季度 到年底的这样一个水平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 可预见的时间内呢 应该来讲 不会是产生太大的加息 这种压力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从政策面看 近期宏观经济政策 不会做出大幅调整 为了确保保增长 扩内需的目标 国家将继续实行 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不过今天也是上市公司 2009年半年报披露的 最后一天 股市在这个时候 大幅下挫 会不会和上市公司 公布的业绩有关呢 我们再来听听 专业人士的分析 到今天为止 A股上市公司的半年报 已经披露完毕 户身两市 1631家上市公司 总体来说 业绩逐继回升 户身公司 二季度净利润 环比增长36.96% 蓝筹公司净利润 占总量的77.59% 应该说 业绩好于市场预期 这种基本面状况 能够对市场形成支撑吗 那么实际上 整个市场的估值的压力 只能通过两个方面来释放 要么就是整个业绩的增长 可以消化估值压力 要么就是只能通过 股价的向下调整来去释放 那么现在呢 大家看 既然对经济复苏产生的担忧 同时也对三季度的这种业绩 以及四季度 这种单季度的增长 市场能否延续也产生担忧 那么因此呢 目前的估值压力呢 没有办法来讲的话 通过这个业绩的增长来实现 所以说只能通过价格 向下调整来去实现 吕利兴认为 支撑中长期反弹趋势的原因 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 上市公司2009年半年报披露 今天落下帷幕 从统计数据看 上市公司上半年整体业绩 虽然同比下滑 但环比数据 继一季度增长后 二季度持续增长 其中 二季度盈利 环比增长36.27% 篮球公司净利润占总量的 77.59% 但是为什么 这个业绩不支撑股市的上涨 从目前的情况看 确实是业绩不支撑 股市涨这么高 在三季度数据出来之前 大家的这种恐惧 怀疑的心理 可能会一直存在 这种心态可能会影响 投资者的情绪 可能会继续低迷 低迷到10月中旬 因为三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 要到10月11号才开始发布 那个时候 可能市场的预期会好一些 与此同时 吕立星认为 从美国欧盟等国 二季度的复苏行情来看 也给我们创造了一个 宽松的外部环境 美国的到熊市指数 已经站上了新的高点 9500点 欧洲的股市也在逐渐的回暖 所以我们认为 从基本面上看 我们股市不应该 重新步入熊市 上市公司业绩回升 预期并不悲观 管理层也多次表示 宏观政策继续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这样的背景下 股市还会不会被8月的大跌 带入熊市行情 中国股市的剧烈波动和国际市场 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我们今天也电话采访了几家国际投行 一起来看看他们的判断 是否认为 今天这样的一个大跌 预示着A股的熊市已经到来了呢 我不这样认为 我不是这样认为 我们也没有那么消极 中国经济成功的 也是最快的 在金融报道中所出来 总体中国的经济发展 恢复还是非常健康的 这是全球经济的一个 恢复的一个调解 A股对于国际市场的影响 会有多大呢 受A股的影响 大于A股市场 受境外商的影响 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全球 引人瞩目 又同时扮演着一个 火车桌的角色 所以A股市场对境外商的影响 会大于境外市场 对A股市场的影响 两立的互动会越来越明显 市场波动比较大 但是我们不能说 现在A股市场已经进入了熊市 因为第二季度跟第一季度相比 这个企业的盈利情况呢 出现了环比的上升 大概增长情况呢 是36%左右 所以就表明呢 企业的盈利环境呢 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改善 第三方面呢 就是整个现代的情况 因为7月份的新增贷款的数量呢 从环比方面下降比较快 但是呢 这依然在人民预期和正常的 季节性的范围之内 我们相信呢 就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 中国经济基点面的持续改善 A股市场呢 虽然说在短期之内 会呈现这种短期震荡 但是长期呢 应该保持上涨的趋势 上证指数一天下跌 将近200点 两市300多只股票在跌停板上 相信很多投资者面对8月股市 这样的收官之作心里都会 一下没了底 但正像节目里所分析的 无论政策面 上市公司的基本面 股市都没有出现 牛熊逆转的充分理由 现在看来 大跌背后更多的还是反映了 投资者心理上的微妙变化 除了政策市场层面的因素外 在这一次的市场调整中 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机构的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一些公开的信息显示 本轮下跌开始之前 一些大型保险公司 巨额赎回基金 而到了三千点之下 这些保险巨头又翻身杀入 一家受险公司投资负责人说 下半年将加强波段操作 这句话一语道破天机 而在已经公布中报的基金中 个别基金换手率高达1622% 按照相关规定 机构投资者应当坚持价值投资 杜绝市场炒作 这也正是投资机构和庄家的最大区别所在 但是现在的机构行为已经与庄家无异 股市的起起落落 本是一件正常的事 机构本是市场稳定的基石 但是如果听任机构投资者成为一个个 兴风作浪的庄家 这个市场恐怕只能是一个暴涨暴跌的市场 正像温总理说的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向好 但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还很多 形势仍然复杂严峻 这个时候保护好投资者的信心 也是保护了中国经济的信心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明天就是9月1号开学的日子了 日前由我台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大型公益活动 开学第一课 我爱你中国 在巴达岭长城脚下顺利录制 今年的主题是爱国主义教育 以爱让中国更美丽为口号 画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 为一次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 我们一起来看看 本次大型公益活动 开学第一课 我爱你中国 吸引了彭丽媛 杨立伟 李连杰 于丹 于敏洪 SHE 李以春等社会知名人士的积极参与 倡导大家 爱国 需要从爱身边每一个人做起 我们也希望广大的中小学 充分利用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提供的第一课的资源 也根据自己的情况 生动活活的上好了新学期的第一课 教育部已向全国的中小学校话文通知 要求全国中小学生 在9月1日暗示收看开学第一课节目 而这一次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 推出关于爱的教育 开学第一课也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 我爱你中国 然后呢 让大家一块探讨怎么去爱国家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主题下 又有网络的全民参与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在新浪网开学第一课的博客区 关于开学第一课的点击量 已经累计超过数十万次 开学第一课节目将于9月1日18点30分 至20点30分 在我台财经频道播出 敬请关注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